很多人问说低调跟G调差在哪边 那我们这次就来说一下低调跟G调的差异性 第一点以外观来说 低调的低声它的长度会比较长 G调就会比较短一些 这两只的它的低声的差异性 第二点以调性来说的话 C DEFG DEFG低调的话会比G调还要低音 所以低调它制作起来就会比较大支 它比较大支吹起来相对也会比较需要大量的气 所以低调通常可以拿来练气 然后G调它制作起来就比较小支 然后相对的话它高音的部分就会比较 比较低调还要难锤一点 所以它比较可以练高音的部分 第三点就是指锯的部分 像低调跟G调的指锯就会有差异 低调的指锯就会比较大一点 G调的指锯就会比较小一点 如果说今天你的手太小 低调就是孔都没办法按密合的话 那就会建议直接挑G调 来直接做练习 因为G调指锯比较小 相对也比较适合手小的玩家 对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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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吧